过去几年 这里发生的意外不计其数 更加有人命丧于此 明知凶险 但人人都吹之若暮 这里是飞蛾山的自杀崖 自杀崖 是飞蛾山自空自险之地 崖高碧斗 失足胆崖必然粉身碎骨 偏偏崖下 又可以飽浪九龙的繁华市境 自从几年前 有香港人在这里 拍了这张获得 国家地理雜誌 摄影大赛的获奖照片 自杀崖就一夜爆红 世界各地的人 增相来到这里冒死打卡 过去一个月 已经有三宗被困自杀崖的事件 有二十年行山经验的闻山 就曾经协助救人 发现被困在牙边 它的情况很危险 它那个位置站在这里 估计都是大概一个脚位左右 它就不想不落 相信如果没有人找到它 我想它未必有这样的体力 第二次是撑下去 很大机会放松下的人 就会躲下崖底 它一科应该有四十米左右 究竟飞鹅山自杀崖有多空险 这天我们就专程找来专业教练带队 穿好装备 从扎山到出发 经丈山去到飞鹅山煮风之后 再试厂自杀崖 谁知正当要出发 天气突然急变 吹起大风大霧 好像八号风球似的 今天实在完全不适合新仔客 因为今天的风速很高 整个二十海里风 就是清净的风 行山会有点吹动你,会危险的 等天气稍微好转 我们随即上路 走了没多久,文方就有所发现 你两个牌 告示牌写着,懸崖危险 警告大家切勿前进 但你有理论 山上一直有连绵不绝的人龙 不少都是短裤球鞋两手 怎么看都不像有经验的行山友 其实行山的伸手适合行呢 行山伸手就不适合行这段路了 不思议走到自杀崖那里 因为真的很危险 教练是说得没错 因为我们刚刚起步 仍然是初级难度的路段 但也觉得山路起伏 有多沙石 要手脚并用才可以慢慢上到斜坡 很害怕,路真的很傻居 上到接近飞蛾山主峰 离远可以看到发射站 教练说市民还可以懸崖勒马 也可以从这里走 跟着这儿靠右下棋 看看石墙的照片 又不危险走到窄山 这条路是最安全的 自杀崖是不是在那边 不是,自杀崖在上高这儿 看到发射站 自杀崖在望 也意味要开始更高难度的路段 真是很崎嶽 除了要手脚并用爬上大石之外 还要留意斜坡的碎石 一个不小心随时会被碎石击中 这个位置仅仅足够一个人站 一线脚便会直下山崖 真是一步一惊心 多惊心 终于到比较安全的位置了 上到这个差不多是山顶的位置 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停机坪 即是直升机的停机坪 在这个楼梯那里 再到最高就会看到直崖 不少游人还像刚刚去完自杀崖 准备下山 你去那里吗 是, 我可以去那里 你去那里吗 你去那里吗 怎么回事 狂犯 狂犯?为什么是狂犯?危险还是什么 看起来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为什么你去那里? 非常好 我希望看到鱼鱼的观看 妖国发射站正想向自杀崖进发 我们再次看到 沿崖危险切勿前进的高市 其实这个位置也很危险 而且看到头发吹得乱晒 也比较大风 而且现在很大霸 所以危险性就更加增加了很多 因为很看到前面的路 越接近自杀崖 山路就更加崎嶪 广度还只是仅仅一个人过 周六游人多 大家拆肩而过 日式平衡 分分钟直墮山崖 来自杀崖越近 就越多位置险要的危石 游人已经急不及待 有人站高打卡 有人就危坐淡天 有市民看到也替他们害怕 我们终于抵达自杀崖顶 由于实在太大风了 我们绑紧安全承索 先敢站出垂直的沿崖边缘 低头下望的确有一种大地在我脚下的感觉 真是何其壮观 除了欣赏风景 自杀崖也是天然攀石训练场地 吸引不少攀石人士专程上来挑战 但是这个位置还未算是最危险 再向下走才是最高难度最凶险的地方 这一条路最恐怖 因为它的沙和石很浮 有少少草有斜 一线就要垂下去 它没有什么草保护着 尤其是冬天 冬天它烧完山火之后就没了 很多人就在这里跌下去 一跌到100呎 教练口中最恐怖的路 就是通往自杀崖空中平台的必经之路 由于风太大地势太危 教练建议以下的路段 就交由他们的团队为我们继续探索 小路非常陡峭 有接近80度的斜坡 一线脚 可能就要通往更美丽的地方 下一站天堂 偏偏这段路上乐意不绝 大部分都没有任何装备 害怕吗? 害怕 很害怕 自杀崖,不害怕吗? 害怕 害怕吗? 害怕 爬到打卡热点 空中平台对开的位置 有人设定位拍照 同伴搬爬搬行 经过一段接近岩崖的窄路 真是看得都脚远 到达凌空的平台 个个都好像吃了炮子蛋 有这样出就走这样出 然后接二连三 摆出高难度的姿势 他就振备一副 他们就三五成魂 呜? 分身啊,like 哇,小姐 你岩崖抹鼻 半只脚入了鬼门关了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害怕吗? 怕不怕吗? 怕不怕吗? 可能他们真的太兴奋 无论问他什么都好像听不到 有些人的口就是说很害怕 很简单快醒他 口泪说不,但身体却肯诚实 只见他轻轻拨兽 就意无反顾地伸脚出去 为了压力拍照 还可以去到多尽呢? 经过我们统计 短短一个小时 至少有三十个人挑战死神 我们尝试问他们 为什么明知危险都要去做 你刚才不害怕吗? 我戴上钓 是吗? 麻烦你 但你少少都不害怕 不过大部分都是拒绝回应 可能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各地都有很多 因为在山上打卡 而乐意生悲的影片 为了拍一张照 就要找名博 值得吗?